12月18号就要进行公投投票了 而现在要看的是公投的辩论站帖 蔡英文你接招吗 因为蔡政府执意要开放莱猪进口 还说不然就没有办法加入CPTPP 民间团体就踢爆说 奇怪啊 像是澳洲 纽西兰 马来西亚 全部都是禁止来牛的 但是他们一样都是CPTPP的成员国 因此炮轰苏贞昌还有陈其仲 用这种假讯息来恐吓人民 而蓝军也向说 蔡总统你应该要出来接受辩论才对 朱立伦说真相是越辩越明的 希望蔡英文不要躲在读稿机后面 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希望她赶快出来辩论 蔡政府应扯不进莱猪不能加入CPTPP 民间团体踢爆 事实上不管纽西兰 澳洲或马来西亚 到现在都禁止进口来牛 而且他们全是CPTPP成员国 民团炮轰为了逼百姓吃莱猪 苏贞昌什么鬼话都说得出 纽西兰 澳洲 马来西亚 一样都没有开放来牛进口 美国去WTO提告了吗 没有 美国有阻止他们加入CPTPP吗 也没有 有把他们赶出CPTPP吗 更没有 莱猪驱逐美猪 我们进口美猪1.1.6万吨 今年到现在只进口0.4万吨 讨好美国 不敢跟美国讲实话 所以害到美猪 不能进CPTPP 就乱扯 现在有四个国家在申请要进CPTPP 老美只对台湾生气 不对泰国生气 不对中国生气 不对英国生气 我有炮轰 苏贞昌遇上生死战 怕被换掉什么谎都敢扯 这是在恐吓百姓护莱猪吗 小英有这个挡箭牌 难怪都躲起来 国民党点名要蔡总统 既然护航莱猪如此理所 当然就该接受辩论站出来 作为党主席就不要躲在 读稿机之后 我们一起来辩论 或者是躲在这些发言人之后 不是最好的办法 未必百姓吃莱猪 民进党末世民意 昭示进出 更凸显蔡政府跟人民间 最遥远的距离 记住吴俊伟 李选 SNG小组台北报道 莱猪飞河你站在哪一边呢 民进党反对重启核四 蔡英文总统还说 有一股力量想要拖住台湾 能源政策不能反反复复 但是呢 在野党就质疑了 现在国内光是呢 这个目前的光是这个电量呢 就有一个大缺口 一旦飞河的话 马上得要面对缺电的危机 包含了核四公投领先人 黄世秀就说了 核四议题呢 现在是被政治给绑架 反核用核炒作呢 来作为是一种恐惧 另外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呢 他也怒呛蔡英文 他说有本事 你就直接把核四给关掉 还可以省下封存费 就看蔡英文怎么样来做回应 蔡英文说绿能要冲到20% 但执政五年也只增加2% 目前也只有5% 核能占11% 如果废掉核能 电要从哪里来 2025是你喊出来的啊 那你现在做不到 你不能说2020是我拍拍屁股 我下台了 2025我管他的 你现在就要告诉我们啊 然后电价结构会是怎样 然后会不会缺电 电会不会不稳 会不会要夜间限电 会不会要降压 像现在降3% 电要降3% 问题已经出来了 核四公投领先人黄世秋也批评 若要执行非核家园 恐怕会造成缺电 张价空污国安等四个问题 若核电能说费就费 过去民进党执政时 为何要追加预算盖核四 难道不是在自打脸 他执政的时候 他们还追加四百多亿的预算 这个核电11%通常干掉 那就差25%啦 怎么来 那就用我们的肺发电 用命发电 反核的非核的深入牌 让台湾人民就是冒着生命的风险 用生命再发电 蔡英文喊非核家园正天想 但现实却得先面对缺电危机 蔡政府想非核却拿不出替代方案 难道是要白信以后真的只能用 生命发电 记者杨七号去过好 SNG小组台北报导 在今年的12月18号 将有四大公投案要进行投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就邀请了总统蔡英文来辩论 但是总统府发言人张成海 在刚刚的呼吁朱主席 发言要基于事实 发言前应该要搞清楚事实 而跟不依据事实说话的人 没有辩论的意义 所以总统府的意思就是辩论是没有意义的 那为什么民进党要花5800万元 来办北中南100场的说明会呢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看到国民党的部分呢 是真的用很少的钱 那么在宣传 希望能够 他们的诉求能够让大家知道 像是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他就夜宿来宣讲公投 那么这次是来到了台南 他幽默斗趣用生活话的小故事 来传达严肃的公投话题 也让现场民众的销声不断 罗志强说民进党现在呢 只剩下抗中保台这张牌了 如果四大公投案都用抗中保台 就可以过关的话 以后民进党不管做什么 只要打出抗中保台 人民就只能闭嘴 我也遇到一个妈妈带着女儿 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她就讲了一句一段话 也让我非常的感慨万千的笑话 她的女儿小学 对她妈妈说 妈妈我跟你讲 我同学说她不可以吃莱猪啊 她妈妈说为什么 为什么同学不能吃莱猪 她说我同学说她有三高啦 她妈妈说 小学生哪来的三高啊 她说她智三高 身高高 颜值高 有三高 所以不能吃莱猪 三高不吃莱猪 谁的名言啊 陈时中 然后遇到一个民众也跟我讲 跟三高也有关系啊 她说 我不是警察 不是学生 不是军人 不是农民 我也没去坐牢 我是猪哦 我活该就该吃哦 不是说很安全 为什么偷偷不能吃 啊我不是我就该吃哦 我是猪吗 我说先生你给我开示一下好不好 你知道我拍拍她肩膀说什么 先生 你不要抬举你自己了 你连猪都不如啊 因为台湾猪吃不吃莱猪 连台湾猪都不吃的东西 他要你吃 结果搞了半天 不吃莱猪的人 都是中共同路人 你听得下去吗 他会永远打抗中保台的牌 公投跟抗中保台什么关系 他照打 大免跟抗中保台什么关系 他照打 2022明年选举 他是不是打什么牌 请问 2024总统选要打什么牌 2026地方选举他打什么牌 2028总统大选打什么牌 他打你300年的抗中保台 我告诉你 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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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闭嘴 我抗中保台 我可以剥夺你的人权 我可以司法追杀你 我可以查你水表 我可以贪污 我可以开车撞死人 我做什么 你都给我闭嘴 因为我抗中保台 台湾就变成独裁国家 就這麼簡單 年年的四大公投再起了 針對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宣稱 反萊豬公投跟台灣申請加入CPTPP有關聯 行政院經貿談判代表楊正寧就說了 相關開放的措施承諾遵守之後 代表台灣願意遵守國際規則 而國民黨立委對此直呼 英國也是爭取加入CPTPP 但是沒有向台灣未戰先祥 集成要開放萊豬 痛比說這個談判高官不是代表民進黨 而是要代表民意 是一個國你們談了十年了 哪一個國家跟我們講說 台灣一定要進萊豬 我們才要跟你們談哪一個 萊豬是一個案例 它是屬於國安定的委員 這個案例被誰提出來了 我覺得在這過程中 沒有就是沒有對不對 哪一國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有人在看我們處理這個案子的決心 大家都在看哪一國提出來嘛 雙邊諮商進行了十年 哪一個國家提出來 但是委員真的很抱歉 這些國家不願意 沒有就是沒有 你也是台媒會的主委 我覺得有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我是一個談判代表 委員 這些國家當然有問過我 哪一個國家提出來說 他們要出口萊豬到台灣 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國家 不是講出口 他講的是說要符合國際標準 國際標準一大堆 包山包海 哪一個國家說要出口萊豬到台灣 哪一個 沒有 沒有一個國家 沒有嘛 沒有一個國家要出口萊豬到台灣 他為什麼要跟我們談萊豬的議題 你現在也是台美 台灣美國事務會的主委 對不對 委員你問得很好 因為 美國會不會就CPTPP跟台灣雙邊諮商 美國現在不是成員 所以啊 美國根本不是成員 根本不會針對CPTPP跟台灣雙邊諮商 今天英國申請加入CPTPP 他也沒有說因為我要申請 我就先放棄 為什麼台灣 我們就必須要先放棄 再來提出申請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的談判立場這麼軟 在政府的談判立場 為什麼這麼軟 我覺得我們的談判立場 絕對不會軟 但是 但是為什麼我們丟虧氣假 未戰先強 人家要加入之前都沒有先退出 都沒有先開放萊豬進口 你現在非要先開放之後 才要申請加入 為什麼 委員我還是要報告 這是一個遵守規矩割範 高達七成以上的民眾 反對用食安 換任何的經貿協議 這個民調還是綠營智庫做的 連續性的 不是只有做一次 做了四五次 非常穩定的 這代表怎麼樣 民眾的心意已決 你要拿我的食安 拿我的健康 去換市場開放 很抱歉 我不同意 高達七成 你是談判代表 你要告訴國際上 你要告訴其他國家 這是我們內部的社會現狀 你不能忽視 你去談判是要帶著民意去談判的 不是帶著黨議去談判 告訴你 談判 你代表國家去談判 不是代表任何政黨去談判 所以請你們尊重台灣的民意 也請你們尊重公投的結果